最近的名人怎么纷纷传出来这个感情有问题或者是画下休止符 前面有余承沁 依能静是不是有婚变 十几年的感情就要没了 后来又有上礼拜的周慧敏跟倪震 二十年的感情也画下休止符 今天又惊爆这个跆拳道的神雕侠侣 这个朱沐妍跟杨淑君将近五年的恋情 也是以分手作为收场 而这个是由女主角有意要进军演艺界的杨淑君 在昨天出席小朱罗志祥的签创会的时候 亲口证实的 台拳道国首杨淑君十四号出席小朱罗志祥的签创会 把曾经夺下的金牌送给小朱 盼望带来好运 台上杨淑君看起来精神很好 在台下却对外证实 他和朱沐妍五年恋情已经画下句点 朱沐妍和杨淑君这对情侣党 从五年之前开始交往 朱沐妍在2004年获得奥运金牌 杨淑君则在2008年夺得亚洲赛金牌 08年北京奥运 外界预期朱沐妍能再次夺金 杨淑君当时也表示希望能和朱沐妍平起平坐 两人却纷纷意外落马 当时杨淑君接受访问时气不成声 但是还是替朱沐妍夺铜牌开心 退役了 对对退役了 退役要不要把他娶回家 对 顺其自然感 因为其实日子还很长 当时没正面回应婚事 三个月后却对外宣布分手 外传杨淑君已经有新任男友 人在桃圆朱妈妈非常低调 不愿多说什么 这不是写说他有新的男友 对 对 对 那你就祝福他 长相甜美的杨淑君表示自己有意朝演艺权发展 但朱沐妍则计划将来出国进修 可能是对未来的生涯规划不同 恋情才会告吹 两人都说可以坦然面对分手 要给予对方往后人生最大的祝福 中天新闻简正峰陆一真桃园采访报道